光丰地区农会结合马滩安休闲园区共同推办的马滩安乡情传爱活动迈入第四届 今年是以国宴、Buffet还有BBQ方式来进行 并且把活动总所的20万元分别捐给了天主教、善慕、光复中心 基督教性妄爱少年学员还有光复相公补贴清寒学生的住宿费 200个人吃在地吃当季还可以做爱心 每个人都觉得非常值得 长官贵宾一个一个轮流将火烫的石头丢入竹制器皿中 灌烫煮熟里头小虾鲜鱼与水菜 共同以在地阿美族传统的石煮法揭开活动序幕 这个石头温度要轻松要700到800这个东西才会熟 这个部分是我们阿美族有关注人口 百分之五十多大美族这是我们在地的一个叫石足法 官方地区训练会结合了马滩修区 从民国115年开始以关怀社会弱势为出发点 办理相情传爱系列活动 年年受到了全台各地爱心人士的热烈响应 不仅让大家实在地吃当季还能够尽自己绵薄之力来照顾社会弱势 不仅是参加者觉得值得与会的各级长官贵宾也高度肯定 这个除了做公益以外我们这样展现了我们这边 我们用今天的国业是用我们在地海陆工的食材 食汤进食在地 那也推下我们花莲在地的好山好水 那希望各位有会来到这边能够爱上我们花莲 我觉得台湾要进步就要更多的赛型 更多的公益 大家一起让台湾更好 所以今天我们就是要好好的吃 好好的玩 好好的享受这份得来不益的好滋味 我们关注地区农会还有我们的马滩收区 跟花莲县政府一起努力 办理这样的活动 让我们透过用爱的方式串联当地 然后串联晚宴 包括像是用在地的食材 像刚刚明芬有说到的 用在地的食材让大家知道说 吃当季食当地 让大家知道说花莲的农特产有多么的优质 多么的好 今年以国宴之名 广邀社会大众每人千元认购响应 20个名额立刻额满秒杀 总共所得20万元 在现场超过200人共同见证下 分别捐赠给了天主教散幕光复中心 还有基督教兴旺爱少年学员 以及光丰商工 弱势住宿生的住宿补贴 以及协办单位 反而这场具有这么非常有意义的活动 还有我们地方的一些弱势 比较被需要关爱的族群 一群也给予最大的支持 最大的服务 然后办公活动最不简单 就是有人敢挑出来 来承担这个责任 所以谢谢公共农会 谢谢我们马丹秀前农会区 把承担这个责任 除了做事以外 赚钱以外 其实公益最重要 所以感谢全台来的 我们的爱心人士 从最初活动创办人 朱敬朗的关怀社会公益活动 期间因疫情停办之外 至今也迈入第五届 与活动结合了在地农特产业 部落文创特色 以及在地饮食文化 也因此相当受到 全台各地爱心人士的热情参与 年年爆满 俨然成了花联中区的年度盛会 主办的光丰地区农会 除了感谢社会大众的支持 总干事张明发表示 在活动核心价值不变的情况下 未来将朝更多元化的方式 来持续办理 大家一起相聚马太安 相请传爱 记者是玉兰光复采访报道 好 这可以当时的个子